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2016年和安全峰会将于3月31号和4月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这次峰会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及其他中国民运人士和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将在这几天举行集会 要求中国政府确保核安全并停止其多年来的核武器扩散 今天是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 谈谈他对习近平此次访美和中国核政策的看法 我们欢迎魏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向魏京生先生提出问题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魏先生我们知道这谈到核安全呢 现在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最为关心的恐怕就是北韩的核问题 因为今年以来北韩接二连三的进行核试验 还有发射卫星等等 而且我看到呢最新的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有这么一份 但是朝鲜劳动党的文件他号召所有的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粉碎 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对于北韩政府的这一贯的做法也提出了一些抗议啊严正的声明等等 但是请您谈谈你对起今为止北京方面做出的反应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北京的最近这两年对金正恩政权的反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金正恩好像并不怎么听话 不像以前的金正恩那个时候还大事还跟中国商量商量 现在他根本不听话 中国政府自己培植起来的这么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每年花好几十亿美元养着他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他完全不听话 而且你看刚才你说的那个细分就是 他已经把矛头都对准北京了 而且好像那仇恨比对美国还要大 比对那个韩国还要大 所以北朝鲜现在真是已经进入一种疯狂状态了 北京现在也可能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 大家对北韩特别是中国民众对北韩的这个核武器非常担心 是因为北韩离中国最近 它的核实验场离中国只有十几公里 而且一般的专家都认为 北韩现在并不具备把这个核武器打到美国的这种能力 最多只能打到夏威夷 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 特别是他进行核实验 这些扩散物等等都会飘到中国境内 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是不是拿出来 应当拿出来更为强烈的这种反应 如果换成另外任何一个国家政府 可能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包括当年搞核扩散的苏联 他把核武器扩散到中国以后 其实中国如果在核武器上面做一些大的举动的话 苏联还是很关注 而且都要互相商量的 因为这个不是小事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 现在金正恩政权 完全进入一种疯狂状态 好像有点像疯狗是乱咬人 就是像中国政府每年养着他 培养他 当然有中国自己的战略目的 包括作为一个小兄弟 他有核武器 将来可能中国自己不使用 让他用一用吓唬吓唬人什么的 起到一种战术作用 但是现在完全失控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负责任的话 他应该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金正恩 而不能继续纵容他 谈到更严厉的手段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 特别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在一谈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的时候 就说我们现在对朝鲜的影响力 也现在逐渐的下降 我们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但是我看到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 昨天发表谈话指出 影响力和筹码完全是两回事 你可以说你的影响力在下降 在逐渐的减少 但是你绝对对平壤有筹码 因为他的经济命脉 几乎是靠中国来支撑的 刚才你也谈到 中国每年向北韩提供 好几十亿美元的这种援助 你认为中国应该不应该下定这种决心 从这个燃油和其他能源 还有其他的方面来迫使金正恩就范 有没有这种可能 完全可能 因为什么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金正恩本身 这个人就是很疯狂 就好比是一个孩子不听话的话 你有时候不能老哄着他 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从另一个层面讲 中国政府现在所谓影响力下降 是北朝鲜方面 对中国政府的很多亲朝鲜的官员 有很大的影响力 而这些官员在中国政府里头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老的官员 老的外交官了 甚至不一定是外交官 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讨论朝鲜问题呢 总是他们成为一个亲北朝鲜的 这么一个很强烈的集团 这个集团也是有利益的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你看毛泽东时代 顶多是意见不同 虽然也很邪恶 但是意见不同 并不是一个利益集团 现在他们吃北朝鲜 也是一个利益集团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说影响力下降 那是因为他内部下不了决心 如果真下决心 中国对付北朝鲜的手段 是非常多的 完全可以强制他怎么怎么样 现在中国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 或者是外交方面的专家说 中国现在担心呢 一旦北韩政府垮台会出现动乱 朝鲜半岛会发生很大的动乱 会生战生乱 造成局势不稳定 造成很多的难民的问题 但是其他的 特别是一些西方的专家认为 中国担心还是出自于 艺术形态方面的考虑 他担心共产主义的金正恩政权垮台 他担心自由民主的一个朝鲜半岛会出现 他担心韩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会越来越大 他担心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这种军事存在 或者其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你认为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这可能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吃北朝鲜的利益集团 制造的借口 你说他那会造成混乱 现在难道就不混乱吗 那么他要真把核弹头扔来扔去的话 那个动乱又有多大呢 对不对 那谁能承担得起呢 所以说那完全是个借口 没有道理的 反过来说 中国政府确实他担心失去了北朝鲜这个小兄弟以后 没有这个代理人以后 他可能在国际政治中继续玩弄一些危险的招数的话 就不那么方便了 这可能是那个亲北韩亲北朝鲜集团的一个真正正当的理由 但是说实在的朝鲜半岛即使金正恩政权垮台了以后 也不会很快的就进入民主社会 而且那个南北南北两个朝鲜合并的话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这些担心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多余 有点多余 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一条 还是一个有一个利益集团在这 作为阻挡因素很重要 中国谈到这个朝鲜半岛 未来的发展的目标是无核化 他希望各方面要保持冷静 达到无核化的这种方向呢 中国方面说要无核化和机制转换双轨并行 你认为现在朝鲜政府已经拥有核武器了 谈无核化怎么能够做到无核化 你怎么能够让他彻底放弃核武器 只有一个办法 或者是中国出兵 或者是美国出兵 把他核武器拿掉 只有这一个办法 你让他自动放弃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他已经拥有了 而且金正恩又是这么一个疯狂的人 他手里又拥有一个疯狂的武器 你让他自动放弃 这个我讲可能性不是很大 所以必须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慢慢明白过来了 应该逼着中国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不然就得美国自己 是 我们知道不久前的联合国安理会各成员国围绕 如何制裁朝鲜的问题 拖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华盛顿和克里 最后达成了一些一致的看法 所以联合国安理会最终通过了美国起草的制裁 朝鲜这么一个决议 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现在最新的发展就是朝鲜不断的挑衅 不断的发导弹 发远程火炮等等 你认为习近平在今后两天里和奥巴马 有可能就哪些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想他们俩达成一致意见 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什么中国政府里确实 也有很多人和大家的想法一样 就是北朝鲜一个疯子手里头 挥舞一个核打棒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就是咱刚才讲的 那一个很强的利益集团 那个利益集团呢 他们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 而且呢 他们在中共里也是相当有一部分势力 习近平现在地位不稳 那么他能够去下决心 我们不管这个这批势力 我就硬是要按照某个方法 去做一些措施 我想习近平现在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 那么他跟奥巴马谈就没有什么真正可以谈的 您说这利益集团包括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 以及军工企业 其他的商业部门等等 我想从常委开始 一路下来的 有的人是直接从那儿得好处 有的人是从跟北朝鲜之间的贸易得好处 甚至就是刚才讲到一些企业 像靠近朝鲜的 一些跟朝鲜有关的企业 这就形成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集团 而且我想北朝鲜政府知道中国现在这个腐败 这个现实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他们不往这送钱吗 那就很奇怪了 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利益集团呢 是一个相当顽固的集团 他们在党内有一定的力量 就是说他们现在能够限制习近平 做出真正的 下真正的决心 好 关于这个北韩核武器问题呢 我们先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 请魏京生先生回答一下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中国的核政策 包括他的核武器政策 和平的使用核能的政策 还有核扩散的问题 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宝珍 魏京生先生您好 你好 我向你提几个问题 比方说是中美两国 说要朝鲜 经过的话 将朝鲜的话 核武器问题彻底解决 美国能不能在韩国撤兵 说朝鲜的核问题 是美国的话 遏制中国的战略策略 还是的话 就是说 只为了的话 就为了消灭朝鲜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和中国一旦一 在南海发生战争 发生战争之后 中国和美国一旦一要是交流 想战争其实可以开始 结束战争是不以人民的意志为主意的 这是谁都知道的 一旦要发动了核战争 情况下 说中美两个国家 是不是被向日本呢 俄罗斯呢 阻大 说美国有没有能力 说一次性摧毁中国 说的话 就是决定性战争 说从常规战争来讲 说美国确实实实是比中国和纳尔的打击力量强 但是一旦一旦要发生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请梁先生回答一下 好的 谢谢辽经 孙先生 首先来讲呢 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不对的 现在不是美国在威胁 不是美国和韩国在威胁北朝鲜的存在 而是北朝鲜不断的挥舞核大棒 在威胁周边所有国家 包括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提 至于说刚才提到的说战争的话 实际上其实双方的军事家都知道 不光是打常规战争 就是打核战争 中国好像也不是美国对手 中国政府其实很明白 你不管他怎么嚷嚷 怎么宣传 怎么煽动民族主义 但是他不会真的动手跟美国打仗 这点他们还是比较明智的 对 谈到朝鲜的核问题 金正恩政权总是说 我们进行核试验的目的 就是因为你美国在韩国驻军 就是因为你们不断的进行这种军事演习 威胁我们政权的存在 你认为这有没有一种 从历史的角度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相互的这种逻辑关系 比如讲朝鲜战争 并不是韩国方面先打起来的 现在紧张局势不是 不是韩国造成的吗 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讲 都是北朝鲜的政权 在威胁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 甚至最终把中国和美国都扯进了朝鲜战争 双方死了很多人 美国人死了很多 中国人死了更多 牺牲很多人 现在他还跳着脚 说中国什么这个那个了 反过来就是咬中国共产党一口 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真的是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 他现在北朝鲜对他这个态度 我想也是活该的 也是他自找的 谈到南中国海问题 中国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非常的高涨 有些人说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 像刚才的孙先生甚至提到了 美中两国有可能因为南海问题爆发核战 在您看来魏先生第一南海问题 它的症结或者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南中国海的主权的争端 美国为什么会派军舰和飞机到南中国海去 这是第一 第二 现在南海问题在你看来解决的最好的途径和方式是什么 南海问题呢是有历史原因的 在历史上呢 曾经在二战战以后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把那个地方耗下来了 就说这只是我们中国的 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管辖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 第一 中国说那是我的领土它有理由 第二 人家说那不是你的领土也有理由 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 那么在国际上来说已经有争议的问题呢 最好是大家坐下来协商 然后呢有其他第三方作为中间人 使你们能够公平的解决这些问题 毕竟大家在那都有利益 你说没有利益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现在呢 中国政府在对那个地区实行了那么多年 不管辖的政策以后 现在突然一下说我要把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 这个呢可以说是习近平政府在挑事 就他挑选了 因为他破坏这个现状 这过去是你不管 人家这个地方普遇了 那个地方开石油了 你也没有说话 那一直这个状况就维持下来 你现在突然说不行了 这个就有点 就你打破了这个僵局 你打破了以后 你最终你还是应该和平的方法去解决 你说你在那个地方挑事 说要发起战争 说难听点吧 除了越南你可能能打得动 别的国家你这个真打不动 你打谁 实际上都要跟美国打一仗 这个中国的军人们也很清楚 你跟美国打一仗的话 你常规战争你根本也不是对手 核战争更不用说了 你根本就不是对手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只是在那挑选 借此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 巩固共产党的统治而已 他们并不是在为中华民族争夺那块领土 你要争夺的话 你49年以后 你应该实行管辖 对不对 至少你要不断去声称 我有什么权利 你甚至说我们就不管了 邓小平时代李鹏时代都说 我们不管了 我们不要了 连东海那边我们都搁置争议了 以后再说现在不谈了 那你不谈了 人家就各干各的嘛 这个不能怪人家 好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 广西的鹏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你好老魏 你好 有个成语叫做养虎为患 那么说呢 现在金山胖拿这个手里面握这个河大棒 这是耀武扬威的 实际上为患最厉害的 这为患主要是为患中国 这虎呢也是确切是属于中国养的 给吃的 供应它吃的 用的燃油什么的 包括它的核武器 也是从那个技术 也是从中国打过去的 如果没有巴基斯坦 把这个武器转让到朝鲜 它就没有今天这个跳得这么凶 巴基斯坦的武器也是 那个核武技术也是来自于中国 中国为了遏制印度当年 地缘政治的需要 培植了一个巴基斯坦 然后巴基斯坦把这个武器又扩散到朝鲜 那现在朝鲜的话呢 在这里一天到晚 就是打中国牌 中国也打朝鲜牌 起初是搞什么六方会谈 那现在呢 真的一弄起来 它都控制不了局面 控制不了局面 最终倒霉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 首先东三省就得倒霉 真的要弄起手来 然后整个华北地区 跟华东的有些地带 都在这个核攻击的那个范围之内 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因为共产党无能 到了现在为止 它也拿出什么有效的办法 在那位首位尾的处理这个事 它根本就负不起责任 对人民负不起责任 对世界的和平 对文明世界都负不起责任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知道老百姓有什么 好 谢谢广西彭先生 等一会儿请魏先生来回答一下 我们再来接听两位 河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 您好 河北的刘先生 请讲 喂 是我吗 是你 请讲 就是朝鲜问题我说一点啊 金正恩政权要想打算生存 它必须得有核武器 您为什么呢 你往前看啊 萨达姆没有 卡扎菲有点 好像有点东西还交出来了 美国都把它收拾了 你想正恩它靠什么生存呢 它要没有 美国你看到这些年啊 一直是提转派呀 有核武的国家 一个才也不敢打 好的 您的意思 我们听明白了 好的 您的观点 我们了解了 接下来请广西的 齐先生参加讨论 齐先生 您好 您好 各位晚上好 我那句声明两点 第一点 我认为南海问题 就是类似于中东的 巴勒斯坦 那个耶路撒冷的问题 就是以前那个巴勒斯坦 各自拥有的数学 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是个问题 也尽量解决 如果不解决时间 出了越久呢 可能对中国 或者其他国家的 估计可能问题 就更大 所以这个问题 不管是核武还是武力解决 都是要尽管解决问题 第二个核潮问题呢 我是中国是自私起国 共产党自私起国 共产党原来就像 逆选的原来是 自己想为自己所拥有的 但是我们想到 它就反要自己了 同时呢 我希望呢 建议啊 美国改进行对 朝鲜的外国是打球打击 当然外国是朝 金正恩在游退役之后 我最最好的 目标呢 是捷克和斯特伐克一样的 韩国两国 韩朝两国呢 各自独立主义国家 好的 两国同一 所以韩国政府说了算 这样子的意思 好的 谢谢广西的齐先生 魏先生先来解答一下 河北刘先生的那个问题 金正恩要生存 就必须拥有核武吗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提的就不对 因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 没有核武器的国家 占绝大多数 人家怎么就生存了呢 怎么就叫 必须有核武器 才能生存 所以这个提法就是错的 另外金正恩 像金正恩这种 不负责任的国家 不负责任的这种 专制政权 他甚至还不如中国 中国至少在核武器问题上 没有经常挥舞核大帮 去威胁别人 而且中国不管怎么说 他声明 他不会首先的 使用核武器 对啊 但金正恩没有啊 他挥舞核大帮 对 时不时的 现在实际上 他在不断进行核讹诈 他已经在使用核武器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威胁到别人的生存的时候 那别人也有生存的权利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最好 你不要生存了 你死我活 你自己把形势做成 你死我活了 那么别人可能就不要你生存了 当然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不是金正恩问题 而是中国政府不下决心 中国要再继续豢养这个 疯狂的这么一个条疯狗 那么他对大家造成威胁 现在对中国也造成威胁了 所以中国政府真的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刚才两位听众观众都谈到了 用了两个成语 一个是养虎为患 广东那位先生 还有广西那位先生说是 中国是自食其果 就是他们谈到了 实际上朝鲜的这个 它的核技术 或者有些设施 是通过巴基斯坦得到的 而巴基斯坦最初是从中国来得到 这方面的技术 或者设备 所以间接的说 是朝鲜的这种核工业 它的核能 它的核武器 是受惠于中国 你怎么看待 中国这个核武器扩散方面的 政策和行为 过去这个说法很流行 就是好像通过巴基斯坦扩散出去 中国政府放了个烟雾弹 就是好像我们没有直接给北朝鲜 实际上是中国政府 直接支持北朝鲜 你有这么容易来谈这些 当然咱们那个 目前还没拿到任何证据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推测 比如说要获得武器级的这个诱 或者布 那么这个离心机使用的很多 大家看伊朗的新闻就知道 为什么正来争取 都是要封锁多少多少离心机呢 你离心机有好几千台 你最后才浓缩到武器级的诱 你没有那么多的离心机 而且那个离心机 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造 中国是可以制造那个离心机的国家 巴基斯坦能够把几千台 转给北朝鲜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那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 在直接支持北朝鲜 真的是中国政府自己养虎为患 好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江苏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我们听到你了 您好 我刚才听到那个魏先生讲过的 我原来也就是认为 就是说金上胖子 他没有核武器的话 他不能生存 这个观点 我还开台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听到魏先生这么说的话 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看法有点错误了 你认为魏先生讲的很有道理是吧 对美国肯定没有什么影响 对韩国肯定是有影响的 他要去打韩国是有可能的 经常判斥他想的东西 别人都想不到 他对中国直接的影响 我估计他不敢的 为什么 中国有二次核打一力量 他不想玩了吗 对不对 我个人观点 好的 谢谢江苏的周先生 接下来是河北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基本上同意魏先生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北朝鲜的政权和这个北京的政权都是邪恶的政权 我怎么听不见声音呢 听到你了 请讲 请继续讲 他们不单是这个祸害中国和这个北朝鲜 他们实际上祸害整个地区 我看见这个魏先生了 魏先生我非常崇怀 魏先生您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河北的孙先生 魏京先生 我们知道中国自从六十年代 十保第一颗原子弹以来 中国现在的核武库是相当的庞大 同时呢 核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也利用了很多 我查了一下资料 中国现在投入运营的核电站有六个 再建的有十二个 列入规划计划筹建的有二十五个 这些核电站基本上或者说大部分都在人口稠密 经济非常发达的这个沿海地区 其中包括还有秦山核电站的大亚湾的等等 最近靠近上海和广州 对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 我看到有些网友的评论 其中一位说我们以后不是被外国核武器害死 或者宇宙中的润石砸死 而是被中国自己的核电站搞死 那么你认为中国现在大力发展核能是不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 是不是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我觉得发展核能呢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比较清洁的能源嘛 而且减少污染 像石油啊 煤啊都污染很严重 这是个理想 但是到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 发生了很多的事故了 苏联也好 美国也好 包括前两年日本 都发生了事故 在这些技术比较发达的地方 都不能完全保证核安全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中国的核政策是不是足够安全 我觉得这里边问题很多 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核专家 包括我弟弟原来工作的单位也是核工业部 实际上呢 中国在这个核安全方面呢 我想赵紫阳时代那时候引进大压弯的核电站的时候 还比较慎重 就是整个这个都用的法国的技术 让法国的技术人员来进行监督 包括核废料的处理 也是法国在帮着处理 我想那样的路子呢 应该是比较谨慎的 虽然也不是万无一失 但是至少比较谨慎 那么呢 中国政府在管理各种危险的东西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政策是不连续的 哪天高兴了 说我现在要大力发展了 安全问题可以稍微放宽一点政策了 我觉得这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甚至可能带来现实的那个危害 刚才那个 有一部那个周先生说了什么 他们不敢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像北朝鲜 那可不一定 他现在已经在使用核武器来威胁中国了 这叫核讹诈 这也是使用核武器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那么如果他进行一些破坏 特别是对中国的核电站进行一些破坏 派一些特工什么的 我想这个本身也是因为他比较了解这个核技术了 不像有些国家不懂 他懂 他知道怎么破坏 而且他一再的说 他们要搞这个什么背包核武器 就是要搞核恐怖活动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他不但威胁到日本韩国等等 他实际上也威胁到中国的核安全 那么中国的整个的核政策 怎么保证安全问题 安全政策怎么样有延续性 这个我想中国没法保证 因为中国的政治本身就没有延续性的 公说公有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像美国这些国家 你可以换总统 但是政策是 很多政策是不能动的 是有延续性的 中国真正的危险 就是他的政策没有延续性 好 关于习近平访问美国和中国核政策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等一会儿我们要请魏京生先生 谈谈他对当前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局势的看法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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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